他会阻止这个案件的调查 对 还有一种叫反监 反监呢就是说 这个人 不是 这个人本身是对方的间谍 最后我把他争取过来 像什么潜伏啊 对 他到山里屯一炮 咱们就把他改造了 反监 还有一种叫这个 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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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跟这个方式不一样 他就是说 我派去拿情报的人 这个人活着了 叫生监 还有一种就是 对对对 没听懂 怎么叫派去拿情报的人 就是派去拿情报的人 这个人能活着回来 就是生死的生 派出去 对 还有一种 都回不来 对 还有一种叫死监 就是这个人派到敌人阵营里 造谣啊什么 他也现身了 殉国了 殉国了 就是死监 一般来说是这五种监 但是利拓这个 我觉得他只 现在是咱们知道的 华裔他们电脑里有保密材料 这是违法国家安全法抓起来 那么他们现在算是阴间 因为他们是华裔 那么上边有没有内戒 比如说哪个官员 他给请这官员去了歌厅啊 去了什么弄 最后给了钱 人家说我这个 干脆我把这铁罐子底下告你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啊 还没查出来 我看呢 有可能是轮间 全齐活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听说呀 这方面最厉害的是日本 说日本的这个情报啊 几千家这个这个就是工业情报经济情报公司 对而且呢 你说这个招 我觉得日本人有点像你说的死奸 就不一定是死了 日本曾经有一个你知道吗 偷德国啤酒 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说是难民 到德国啤酒这个厂打工 故意的跟碰瓷的似的 总经理德国公司总经理的车 撞车上制造车祸 然后呢 这总经理就也怕呀 最后就说呀 留他到公司里工作 而且当常年的门卫 几年之后 这个人回了日本 很快 日本啤酒占据亚洲市场 德国这个总经理 在去考察学习的时候 发现陪同他的 正是他当年的那个门卫 对 但是我说这招是属于早年比较土的了 对对对 我就说现在这种 这个情报间谍 是不是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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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他最关键的 最管用的就是内阶 对 因为他半径最短 就是说我直接找到 而且他的情报来源最准确 对 我不要核实 而且商业情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有一个时间概念 比如说你已经订了价 或者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就没意义了 再拿到这个情报 你实际上是等这个价出来之前 你就得拿到它 对 比如说我要跟你竞争 而且别人不知道 对 假定我已经知道你 那个卖什么东西 要多少钱了 假定你生产杯子 这杯子多少钱了 我要提前先占领市场的时候 我比你低 等你已经占领市场 我要这个情报没意义了 对吧 就是情报 包括打仗也是一样 战争的时候 他情报有一个这个快速拿到的时效性 时效性 时效性 要不然美国过一段时间就解密掉了 没用了 对 对 咱们可能也有一些解密的 慢慢也 现在也开始有一些解开了 这个当然俄罗斯解开的也比较多 是吧 就慢慢就失效了 就是现在包括咱们说的这种技术手段 比如真听啊 电脑里植入病毒啊 芯片里植入 它是要实时的跟踪你 就是那个时间的已经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投资还非常大 就是说你还得有一批人去分析这个情报 不需要 他在中国的内监是最管用的 对 内监最难防 有几点因为最难防 第一 他外国公司请很多中国的雇员 他雇员 他自然帮他服务 对 然后这雇员都有亲戚 他请雇员的 他有选择的 他找你部长的儿子 找你部长的媳妇 那么自然就直接打听那些 姐姐弄一炮弹 一打就倒啊 对对 你说你是局长 你家媳妇在个外国公司工作 你回家沙发上你说的什么都可能 对对对 而媳妇跟老公公什么都说呀 对对对 还骑得老公公倒上呢